再来看到这也是引发话题 物价起涨 连火锅店的肉都变得超薄吗 日本移民女子日前 到一间吃到饱火锅店用餐 点了一份牛舌 结果薄透到可以看到盘底 让她觉得非常的惊讶 把照片PO上网之后 吸引过800万人次观看 散叹溯这薄到透光的超强刀工技术 而我们记者实际访问到 国内的麻辣锅店家 业者坦言 其实肉要切得多厚多薄 其实都是靠切肉机 要算完就散掉了 筷子一夹怎么夹怎么破 勉强拉起来 整片肉已经薄到可以透光 日本一名女子日前到一间 吃到饱火锅店用餐 点了一份牛舌来吃 结果一上桌让她超级傻眼 牛舌薄到像卫生纸一样 几乎快变成透明 直接透出盘底 连肉色都快看不见 直呼这真的是牛舌吗 照片PO上网后 吸引破800万人次观看 赞叹这薄到厚光的超强刀工技术 真的是神前刀工对决 其实要薄的话 0.2到0.3 它并不困难 并不是一个火锅享用上面 最佳的口感 比较不会提供这样的厚度给客人 其实肉要吃多厚多薄 一般多数店家都会靠这台 切肉机决定 如果是要吃火锅 涮肉片 像是乐眼可以吃到油花 与肉质的交织 还有牛小排 则是有美丽的大理石油花 肉质但有嚼劲 以及富含油脂的牛五花 都会选择厚切 厚度大约是2毫米 但如果是牛的后腿部 背肩部位 因为肉质比较扎实 比较适合薄切 但在薄通常也不会低于1毫米 每一种肉品也都有它最佳适合的一个厚度 就会跟肉品本身的块头的大小 还有它的油花分布 肉切太薄口感不会好吃 一般我们会厚切的肉 可能就是譬如说比较好的肉 像菲利啊 乐眼 腿部的肉 因为它的那个运动量比较大 所以它的那个肉质的纤维会比较粗 比较适合就是切薄一点 在万国奇长的时代 薄如纸片的肉搏战也成为话题 记者魏婷渝丁云 特朴董